第五十天 OK 第五十天 我就想在這挖礦在玩一些鑽石 我想要擁有一副鑽石裝 所以就在這裡 輪一個通道 從這裡挖下去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了第二波的挖礦 我們發現到很多洞窟 也成功挖到很多鑽石 中途也有這些石頭守衛者 哇 真是很多 先讓它行走是緩慢的 不然也難打 然後我們也發現到了 飛機礦坑 有這些蜘蛛網嘛 我就收集 可能對付BOSS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蜘蛛網 讓它緩慢 所以這幾天 我們都在瘋狂的挖礦 第六十天 挖得差不多 我就出來 燒我們的礦物 追到鑽石裝 YES 我們終於鑽石裝了 然後在我的基地 生成一些 克努姆塔的守衛者吧 之前我們有生成過的 避免一些怪物 進入我的基地 然後他們也是可以拿武器的 像我丟我的刀 YES 他會使用 你給他的武器 哇 真的蠻酷的 那這一天 我就想要來弄 一個刷怪的地方 我記得那裡 有很多刷怪箱 可以弄一個 讓我們刷怪的地方 想拿更多的經驗值 來附魔 沒錯 就是這裡 這裡生成的 都是強盜 所以就弄一個 刷這些強盜的地方 我就把這裡的地方 整理一下 弄平 我可以完成 大概這樣子 讓他們困在裡面 然後就在這裡 放水 讓他們流下去 流到中間這裡 讓他們集中 所以那些強盜生成 他們就順著那個水 流到下面去 然後把這些火把打掉 OK 完成 我們刷怪的地方 哇 終於啊 我也弄得蠻久的 所以這幾天 我們就FK的刷經驗值 嗚呼 第72天 收到50多等 我就來附魔 附魔的裝備還有武器 有了全床的附魔 我就決定再來探險 尋找看還有什麼遺跡之類的 走著走著 我發現那個好像 長頸路的建築 還有很多的強盜 軍事 哇 真的是 我就不管那麼多 直接衝進去 因為有那些射箭的有點難打 所以我直接閃過他們就好了 進到裡面 有很多這些寫著英文的告示牌 這個應該是 這模組的一些說明吧 有個石棺 石棺裡面 有不死圖騰 Nice 收集完 我就離開 然後就發現到這個 獨眼巨人 Oh my god 哇 他把那些軍事 強盜給吃掉 突然他發現到我 喔 哇哇哇哇哇 Shit 我就趕快逃啊 哇 真的是很恐怖 然後我發現到 這個沙漠乳蟲 噢 但這一隻 沒有要攻擊我 第二次在睡覺嗎 左著左著 我沒有發現到了 另一隻 但這一隻 超巨大的 Holy shit 你們看 真的是很大條 What the hell WOW 然後他的命也不多 所以蠻容易幹到他的 那這幾天 我們有沒有找到什麼好東西 所以我們就回去 那這一天 我就想來馴服 沙漠狼 我有這些 沙漠狼 所以我就出去 尋找看 有沒有沙漠狼 最終 我們成功 馴服到一隻 然後可以騎的 哇 我就把他帶回家 那這一天 我準備好了 我要來挑戰 那些boss 然後想在這裡挑戰 那個法老王 所以我再去尋找 金字塔 找到金字塔 挖到入口 然後差一點 就被這個刺客 給打死 哇 真的是很危險 他們時不時冒出來 進到裡面 把這裡的怪 給清一清 來到召喚法老王的地方 我們就把他召喚出來 跟他戰鬥 OK 我們在挑戰 這個法老王 先把他召喚出來 1 2 3 喔 OK 水桶 Nice OKOKOK 喔唷 喔唷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來 喔 他出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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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OK 我們 哇這個會中毒的 我用之前的戰略 就是放水 用弓箭 射他 最後一劍 YES 最終 我們成功 打敗他 還拿這個 奧斯里斯之祝福 YES 然後我們就要尋找 下一個boss 那下一個 就是強盜軍閥 就是強盜裡面的大boss 找了幾天 最終 我們找到了 找到他 我就跟他戰鬥 放上我的蜘蛛網 抓到緩慢 然後他的速度也很快 我就引他出去 跌高 從上面射他 YES 這樣子 他也上不到來 看到無助的表情 被我射 哇真是爽 我們就這樣子射他 最後一滴 最後一滴 NICE YES YES 打贏了 我們就要尋找 下一個 九頭蛇 然後的狼也不見了 應該是被打死了 啊 那這一天 我終於找到了 九頭蛇 你們看到是三頭蛇 當你是打他呢 他會一直生頭的 我就正面 跟他對戰 然後他直接噴毒 喔 喔 Shit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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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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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哇有點危險 就在這時 我就衝過去 放岩漿 燒他 哇我當時 是有多大的勇氣 YES 好好 去死吧你 NICE 喔 喔 好多喔 最終 還成功燒死他 Oh my God 哇根本就不用看到變成九頭蛇 打完 我們就回去 那還有幾天 我就來改造 我的圍牆 我想弄一個玻璃式的圍牆 我就先把這平台 給增大 沒錯就這樣子 然後弄這玻璃式的圍牆 OK大概就這樣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外面的東西 哇這樣就好看很多 那角落這裡 我就想來蓋一個小塔 哇這些黑色斑岩 來建 放一些燈 樓梯 YES就這樣子 沒錯一個小塔這樣子 然後每四個角也一樣 然後再加一些營火 有冒煙 就看起來比較氣勢 我可以完成 哇看起來 真的很美觀 我也很滿意 我在沙漠見的基地 第一百天 我終於 挑戰完了 哇 So yeah 我們成功 挑戰完一百天的 沙漠生存 哇這挑戰 對我來說 真的蠻困難的 也讓我感到很緊張 很壓力 因為有很多次呢 我們踩點就死了 尤其是這些強盜 真的是很多 然後那個九頭蛇 我也沒有想到 用岩漿 就燒死他唷 可能下次 我要找一個更難 會飛行的boss來打唷 這樣才比較有挑戰性 那現在各百天 還想看我挑戰什麼 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OK 希望你們喜歡 這次的沙漠生存 OK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